花莲县政府教育处11号举办了水域安全计划教育研习 教育处表示花莲海岸线相当长 教育部为了传递水域知识 让每位学生知海任海杂根是教育人员责任 要培养学生友善海洋永续环境的终极目标 期盼可以参与研习教职员体会到重视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县长致辞表示台湾是全世界公认的海洋国家 让孩子知道海洋的知识 向苏凡基金会让更多孩子知道海洋的知识 花莲海岸139公里长 感谢体育署推动水域安全计划 也欢迎课程讲师来玄壮大学甄瑞陈教授 说明我国水域安全推动及本县水域安全现况 所以在这几年无论是苏凡基金会 长期以来在对于海域的部分 给予我们很多扎根的工作 尤其在潜水的时候 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无论是比较弱势 或者新住民的孩子给他们很多的协助和启动 所以对于我们研料海淹这一块 一直以来都是苏凡基金会来协助 那我们本身在这个海域的教育领域里面 也稳托了苏凡基金会 当然我们更希望把这个种子让各个学校 让各个社团或协会能够更加的了解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知识是必须不断的广乎 才能让很多的危险能够避免 玄壮大学甄瑞陈教授指出 全世界因为溺弊而死亡的人数一年 达到三十多万人之多 也非常感谢花蓮县政府能够对于水域安全的重视 藉由课程让师长能够更明了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的目标 人民无价跟各位做这样一个说明 那我所了解的我们这个花蓮 不管是在这个水域安全的降息 包括到这个游泳教育的推动 可以说都是前古的典范 天龙果都毕竟有我们好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非常肯定 非常开心 那非常谢谢 那今天我就代表我们这个计划的 就我们这个水域安全计划的这个主持人 台北市立大学的许教授 感谢大家 感谢现场 感谢我们副处长 水域安全的课程中 教授如何运用时招避免防御 提高教师在水域安全教授基本游泳与自救能力 才能够避免孩童在水域安全中的汗事发生 记者林杰花蓮市采访报道